画面中的男人叫张守仁,今年78岁,他身边的女人就是张守仁的结发妻子吴岳华。 在吴岳华被查出德勒阿尔茨海默症后的11年里,张守仁始终坚持写日记,用文字记录着老伴的病情。 在这场跨越半个世纪的爱情里,默默地守护着妻子,陪他走过往后余生。 带了病以后,经过医院讲他是老年痴呆,老年痴呆以后他这个病越来越重,最近几年是寸目不累。 由于搬家遗失了两本日记,现在张守仁手中只剩下了五本。 翻开日记本,里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吴岳华每天的起床、吃药、吃饭、锻炼的时间。 虽然没有甜言蜜语,但每篇日记都会写到老五。 这是张守仁对妻子的爱称。 在他眼中,如今的老五早已不像年轻时那般能干,但却更让人心疼。 他自己吹我都不行,所以说我给他压睡以后,管他叫他喝,还在捧他嘴巴的喝,我喝,要他喝。 每天早晨起床后,张守仁就走出家门感受室外温度,再返回房间给老伴搭配衣服、吃药,带着他刷牙、洗脸、吃早点。 虽然吴岳华得到了悉心的照料,生活也比较规律,但他的身体状况却一天不如一天。 只要天气允许,张守仁就会带着老伴外出散步。 下午三点左右,张守仁收拾了塑料袋、清凉油、茶杯等物品,牵着老伴的手向公园走去。 我平常我每次见到他,他都是嫁了他,吃了他,天天一天三次都这样。 他嫁了他,早天出去锻炼锻炼,然后回来,中午回来吃饭,然后下午又去了,就像这时间又去了。 挺好的,就是了,他两个天还乏还乏的。 我前来我还好开他,我还乏,我叫他给爱夫妻,我叫你。 真的呀,还没有像他,那大年龄就像他这样,还感到高兴了。 1968年,他与妻子经人介绍相识结婚。 在张守仁的心里,伍玥华是个勤劳的好女人。 年轻时,张守仁忙于挣钱,家里的四个孩子都是由妻子一人带大的。 年轻时候,你跑车,一年到头,哥们都跑走。 你跟车里经常了好多年,一住一个月,一住两个月,一住三个月,不回来。 这几个小孩,他领的不容计,他有贡献啊,小孩都很好啊。 那辛苦一辈子了,他带病,人到老的时候,你带啥病了都有啊。 你带病,你没办法,你带照顾好点。 人带良心,我不讲人带有良心。 温暖的阳光洒在公园的长凳上,张守仁拿出手机放起了玉具朝阳沟。 这是伍玥华最喜欢听的戏曲。 这时的他已经没有了年轻时的风华,也忘记了四个孩子的容貌。 大脑里或许还有些支离破碎的记忆,但这些对张守仁来说都不重要。 重要的是,只要老五在身边,空气中就有爱的味道。